好了,今天晨早漏漏 今天就想說一兩個主題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作 只要找工作,都沒有什麼方向,只是找工作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每一個心態都有點不同 第一件事就是會覺得 這段時間都經常在想我究竟適不適宜找一份工作 其實已經想了很久 我做事的評價是慢 第一件事我做什麼都慢 現在每間公司都說要你快 難道公司是請你回來坐的嗎? 沒有公司是請你回來坐的嗎? 沒有的 所以現在很惆悵 人到中年 現在就很困難 終於好像出了成績表 別人說你慢 其實兩間公司都有這個現象 可能第一間就說你懶 不適宜 不適宜溝通 以前在香港做銷售的 擅長溝通之人 都不太擅長 至少應該都會說話 來到英國又不會說話 又慢 然後在想 究竟我的命是怎樣 我命是否根本不適合再做事 想了很久 但我不做事又如何賺錢 這是有搞笑的 所以我考慮了很多方針 但很多人都不做 第一件事 我考慮了一件事 不如找一份 臨時工 或者做一個月兩個月 做一兩個月 然後就不做了 行不行 其實是要問一點 你會看到 當你遲一份 你就不知要找多久 這個計劃又不做 在香港反而可以做 香港你可以做幾十行 因為始終都是你的 你的 土生土長的地方 而且始終他的經濟是強的 香港的經濟是強的 即是不做而已 我覺得 你肯做的話 一定是有一個機會在香港 你洗碗 你做事應 做些基層工作 你都可以經常轉 那我們這邊 基本上很難 你做一份工作 我現在從頭的老公市場 都要一年兩年 接下來 我就踏入第三年的移民 工作上還未適應 這是很糟糕的 首先第一件事 可以加入那個BOOF CAM BOOF CAM 有機會給你 有些training 可能是有些職業的 可以下跌下去 但我已經做到 其實有一點 沒有什麼信心 其實是 經歷過這次之後 首先 為什麼我要辭職呢 其實都是跟專業有關 如果我再做下去 你想一下 可能也做到的 但是 又是找不到 很多 然後 別人又說 你慢 慢慢減你 其實意思是 你在公司的 作用貢獻 都不是很大 如果你貢獻 大 或者是 人們覺得你很厲害 其實他們會給你很多 很多 我不是那些人 不如 早點走吧 第一件事 反而去其他的行業 或者其他工作 去拿一些新的經驗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問題 但是始終他的結果 其實都是一個 我覺得挺 就是 有一個 警號 告訴我 你現在有這些問題 你往後解決不了 你其他工作也是這樣 所以 所以 現在基本上 我找工作 都挺靠運氣 挺麻煩 就是找基層工作 你都要靠運氣? 是啊 你現在來到英國 都要認命 我現在看回自己的行業 由19年之後 辭職 這幾年之間 其實是沒有做過任何全職 也沒有做過任何基層工 這幾十年來 由出生到現在 都沒有做過基層工 好運呢 還是不好運呢 我都說是做過會展那一份 算是基層 然後 Fundraiser那一份 也算是日曬月臨 但是他沒有操縱工作 他只是批准的 接著 都是在室內 室內做事 或者是 坐捨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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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捨 但是我又是中年人士了 但是我又在想 我又不是不用錢 我的生活 我也需要錢 但是又賺不到錢 那未來怎麼辦 現在40到50階段 我是不知道怎麼辦 我的競爭力又低了 又沒有工作 又沒有工作 單靠YouTube也很單薄 有什麼風吹草動 很多東西都捱不住 就是YouTube的收入 我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也會繼續製作影片 因為我很有趣 我今天都問了自己 其實YouTube是什麼呢 YouTube其實是我的Hobby 就是我的興趣 我喜歡拍片 拍片成為金錢 非常好 但是我不單保每一段影片都有錢 這就是YouTube賺錢方面的最大問題 我當然最希望拍一段影片有錢 但事實上我拍一段影片 可能真的沒有錢 但是你也要繼續嘗試 這條路也要走 不然你連這個收入也沒有 我真的要回香港 真的要回香港 難免是會有些負面的 就是當你沒什麼錢 有些弊藝 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呢 就是當你辭職之後 會有一條曲線 一開始就會覺得 嗯,辭職沒辦法 然後 一開始一星期就會覺得幾舒服 幾好啊 好啊 然後又想不到,死了就沒有錢了 怎麼辦 剛剛最後的那期兩出了 300多磅 這樣 花光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月也能過了 下個月不知道 下個月不知道 下個月不知道怎麼辦 那麼 基本上有很多事情想 因為人到中年 你往後那十年 你搶不搶過去呢 對吧 那你不搶,或者你完全沒有一些經驗 這十年滾傳的話 根本上你是找不到事情做的 對吧 所以想了很久了 我一定是有一個很 core的技能 再不是什麼洗碗掃地 那些那些 因為那些是幫不了你的 我感覺到是 是嗎 全世界都懂得洗 全世界都懂得掃 然後 可以不要你了 對吧 有些人做得很快 做得很快 做得很快 sorry 又大隻又厲害 美國隊長都走去做一些 廚房工的 你想想想 你怎麼救人家玩呢 人家已經玩到這樣的 level 已經是 要快 這樣 差在未玩 要生得英俊 這樣就慘了 哈哈 我生得這麼英俊 怎麼做呢 所以 開始 人到40 是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不能夠再這樣 有種感覺就是 一定要有很大的改變 很大的改變 要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 我才能夠改變這個逆境 你說逆境是逆不完的 坦白說 為什麼呢 我今天有看 原來有些香港人 高位摸了貨 2019年 現在變成負資產 等等 可能也有 可能你現在買樓也會跌 對吧 那我還未到很差 有些決定 我來到英國 第一次買樓就升 這個是 大佬很幸運才能做到的 很多人買樓也會跌 或者買不到樓 所以我又解決了人生一半的成就 另外一半就是 要賺錢謀生 這個我覺得 在英國很難 很難 我每次上班 都會弄傷手 等等 有些人會自己 玩搖滾 弄傷手 等等 有時候會想 會不會是 我身體的反應 都會出現問題 每次一做這些操縱 這些事情 都會受傷 雖然很少 現在都已經康復了 有些痕跡 一看著痕跡 我又想起 又不是很痛苦 只是一些回憶 人多多少少也有這些回憶 然後在想 會不會是 基本上我永遠都適應不到 這個基層生活 我適應不到 我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又不可以跳上去另一個層級 去做事 我今天在看 他做一些司機 做司機 原來是挺好玩的 隨時一千多元一天 港幣 百多磅一天 當然是辛苦 做司機 我想都是搬貨 下貨 我以前有個同事都是做這些 他有時候被勾 都有200磅一天 送一些願情的貨 我以위貨 他建設了一個工廠 他當時 真的只能 Acts 有車崖一個車子 他是有車之人 他開鈴鐲的 他的貨 洞開去 他那些貨 Lucky 他這一 gab 他可以供送雲貨 而是1001個同事 今天是全部都是私家車 只有一架貨車輛,很帥氣 會不會走那條路呢? 但不容易,當司機當然要有駕駛經驗 有些人都說,應該落地的時候要考遮牌 遲得也挺浪漫 我現在都還未考,不過在想,這個投資計劃 未來十年的話應該是值得的 我不可以看今時今日,如果我看今時今日 我可能覺得不值得,因為今時今日 如果考車牌,我都要額外開支,整批東西 但如果我拿出來,以將來去找工作 可能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因為很多工作都要,都要你有車牌 甚至遠一點的工作,想去見去做,都要開車 可能買一輛車也是一個必需品 但現階段來說,賣車又真是糟糕 你自己也有問題,怎樣養車 所以這個位置我又卡住了 所以不止有幾個位置都卡住了 卡關,又卡關 所以有時候想,不知道未來是怎樣 要怎樣生活 這段時間又冷了,昨天又開始 發覺暖氣著了 原來房子都開始低於16度 現在開始著涼 那些煤氣費又貴了 這幾個月,這幾個月的電煤費是便宜的 相信是便宜的 我沒有看,因為一兩個月才寄一張單 接下來的冬季都會金錢 基本開支都完成了 但你不想這樣做 你不想這樣做,遇到錢很敏 你將來怎樣做 你總會花大了 總會有些機會 你都會想去遠一點的地方 環遊世界等等 現在這些計劃我怎樣做呢 完全做不到 困住了 困住了 因為沒有錢 困住了 所以未來這個題目 都會一直在想 在思考怎樣做 尤其是車這個位置 所以我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令到我又可以賺到錢 我學車的原因 一定是為貨賺錢 又可以賺到錢 我自己也找到車 找到一個這樣的方案 不是的話 其實整件事是很難搞的 所以人生就是這樣 好像不斷地徘徊 人到中年 可能在香港 你可能也有份不錯的工 有不錯的收入 可能等多幾年 等多十年 可能有些樓價跌 你又可以入市 如果我們上一代 六七十後 神總買了樓 不需要擔心 甚至賣了樓 打批相腳都不用擔心 我們這八九十後 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你年輕的那一批 可能剛出生的那些 過多二十年 剛好 樓價跌倒數百多萬 你洗碗都可以洗到上樓 但我們這裏偏偏不是 然後很多人生的選項 選擇 疑問 生兒育女的問題 接種而來 但根本的壓力 根本是不小的 絕對不小的 我這個人也覺得很奇怪 這很容易 為何這麼艱難 自從我在公司裡 想想 為何一個人很能做全面 但有些人不足 會有這些事 這就是 人們永遠都賺不夠 即使我可以賺得少 六七千元 有些人找了一萬元,也不太好 人家真的想躺身去找一份工作,賺夠錢 真是少 但你看到英國的市場,暫時來說 有些工作叫做 Zero Hour Contract 就是這樣維新的 有時可能大一份至兩份 未來我不知如何 今天寄工都不是很順利 未來可能會寄公司 我已經開始放棄了 因為 那些工作彈出來就怪怪怪 又不知在哪裏 然後 又叫你填資料 他拿了你的資料,又不知拿去哪裏 寄公司有個好處就是 我肯定知道你是哪裏公司 我知道你在哪裏做 我知道你的地鋪在哪裏 我甚麼都知道 我寄公司 但現在我甚麼都不知道 但又不是說他沒有機會 我第一份工作就在寄公司找 突然說工廠聘用,就去做 你看到現在的評價 我現在回到評價 其實又不差 真的 賺到夠錢回來的 我想還有些香港人在做 比較少 有幾個 不是太多 他們炒了很多 因為他們有些施神奴 他們會調節的 他們的工廠 有些季節不要人 就扔掉所有人 就是這樣 有些季節要人 就要請一大堆人 見識過就算了 回去就不會回去 他都未必會請回我 因為當時 一個長病假 他都未必會再請回我 但會知道 原來你現在找一份工廠 是很靠運氣的 那次很多事靠運氣 撞到進去 然後也沒有 沒有一間工廠 是可以 適合我做 就算工廠說 我請你 但不知是老鏈那麼遠 那你怎樣做 很多這些問題 而且每一個工廠都有不同的危險性 不要說 基層兩個字 其實是答什麼呢 有一點點危險性 有一點點危險性 看你是什麼 我曾經看過 有個Youtuber 好像去 不知道去 一些食品加工廠 切了手指 我自己也會辣 沒有的 沒有的 就是自己可憐自己 但你在香港 你必要做這些事情 有時候會想 心會酸 心酸 所以 不容易 一個今天的感覺 另外一件事 就是B1 Tex B1 Tex 我開始 大概的形式 可以告訴大家 原來 Youtube 很方便 你打B1 Tex 他會讓你看 整個考試內容是怎樣的 就這樣的 考試官 就像現在這樣 Video Call 就會跟你聊天 聊十分鐘 就決定你的考試是否合格 應該就是 考試五分鐘 五分鐘 分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 你可以選擇 Topic 可以選Family Jobs 很多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Topic Music Horby Friends 那些Topic 一開始 五分鐘就是自我介紹 接著就說這堆Topic 另外五分鐘就 到考官 問你 他中間都會問你 但他最後五分鐘 就是他選擇Topic 給你了 有幾個Topic 有些Festival Transportation 還有些 Occational Case 有些 其實都是一些家常變化 基本上是 一些問題 有些問題 有人問你 你生日過得如何 那些Topic 感覺上不難 但如何流暢 可以有一個Conversation 這個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我不知道過不過 我有時候自己也不太流暢 所以 不是被人說 你做什麼?你不會說話 但很搞笑 成功 interview 進去大公司 所以我自己也很迷 簡單來說 我整個工作過程 可以預計到B Run Test 是有機會不合格的 有一半機率是合格 有一半機率是不合格的 都相當刺激 現在開始部署 說了這麼多 多謝收看